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中國出版的編輯 當然這本書不是我的編輯 但因為這次的活動是我們和鄭先生一起做的 多謝大家聽我們這個講座 鄭先生是我們中學出版的四本書 這次是四本書 請鄭先生簡單介紹一下我們中學出版的一些書 好 多謝張進鋒先生 這本書是和我做編輯的 他很仔細 有很多錯處都撿到出來 其實中學和我都出過幾本書 一本叫做《前路漫漫》 一本是《足景生情》 還有叫做《馬跳跑舞照跳》 都是講香港的生活和情景 這本書就很特別了 就是中學要我寫 1945年到1949年香港所發生的事 其實開頭來說 我怕都會悶到人 其實一直找一些資料 就覺得有很多資料可以找到出來 其實有很多資料 就真的 很特別了 中國有個海關可以設在香港 中國的軍隊和香港的警察 一起去維持秩序 這些就真的要揭曉 這本書的內容也有提到的 其實我們之前也知道 陳生可能出過《香港日經時期》的一本書 是很有名的 《香港冷月》 《香港冷月》 是的 也有更多的 在後面 在50年代之後 《香港經濟發展》 《馬馬向上游》 那本《馬馬向上游》 是說1950年代 是 其實這本書寫的是1945到1949年的 其實這個階段 同之後 50年來之後 鄉比有什麼特典 其實在50年代 香港開始繁榮 就是由1945以後 開始扎機 奠定基礎 其實香港很特別 剛才風哥你提到 就是1945到1949那段時期 香港就由一個一窮二白的社會 變成一個初步小康 其實也有很多原因在這裏 我記得董建華先生說過 他說很多上海人 就由1946 一直來到香港 建基立業 做了很多廠 所以董先生曾經說過 你不要說上海人 上海人在香港的貢獻很大 真的是 香港很多事情 就是在這段時期 尤其是董先生說過 1946、1947、1948 也有不少內地人來香港 但是香港人 也有很多 真的自己賣頭苦幹 就是很多後來的 強大的商業王國 或者金融王國 都是在1946、1947、1948 那段時期 他的王國就是那時候 少造的 這樣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年代 這本書 其實是從1945年開始說起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1945年 是日本日治平時期的一個尾聲 最後一年 那八個月 對 差不多八月至九月 之後幾個月 香港已經衝光了 那其實 這是一個特別的年代 其實我們 不如先跟我們說一下 從這本書裏 就是 日本日治平時期的尾聲 是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那一年 真的發生了很多事情 1945年 由一月到八月十五日 日軍投降 甚至他投降之後 也有很多事情 我先說1945年年頭 可以說一句 引用雙城記那句說 這是最壞的時代 亦是最好的時代 1945年那一年 那就是 當時來說 一月二月的時候 就換了一個總督 那個就由那個基谷廉介 就換了一個田中九一 是 那其實那些政策更嚴苛 但是當時來說 那些市民也是 遭歷過幾次的 很慘的災害 就是那些民機轟炸 我聽我的前輩說 以及看報紙說 就是1945年年頭 有幾次轟炸 包括炸中西區 也炸太古船奧 那一次炸銅鑼灣 法國醫院很多醫護 和病人都死了 每一次炸 都有一千幾百人 那幾次犧牲 那好了 除了這些慘況以外 還有 當時 以前 日軍一美 改人走 到1945年4月 就開始 改造了兩件事 一樣 將那個 舊時那些獻察 以及那些 警察 由憲兵隊本部管理 改變 由警察部管理 警察局 開始同時 在那年的4月1日 發出一種 叫做住民證 住民證 即是你的身份證 但住民證 當時也挺嚴苛的 每個月 你交個區費 20日圓 即是20元軍票 其實當時 千秋萬歲 市民根本就很困苦 因為那些物價 就天天升值 那些吃米 他就壟斷了 那些吃米 那些 他當時組織了一個 輕發營團 就管 全部壟斷了 那些 所有柴 米 人的食物 由他管 控制了 那些米 搞到 價錢 真的很恐怖 就是 最先 兩毫子 三毫子 軍票 一斤米 然後去到1945年8月12日 那時候 就300元軍票 一斤米 4元軍票 換1 4元國幣換1元軍票 即為1200元港幣一斤米 變了很多人 就真的 沒有東西吃 我當時父母在香港生活 那他就說 屎不臭都要吃 那時候就這樣 我看回 有些 他叫軍律會議 即是法庭審案 其中有個案例 就是 控告犯人 控告犯人 將屍體拖入家中煮食 這個真是 他自己報紙 自己報紙刊登出來的 這個就是 當時就有一個慈善機構 一直都是默默耕耘的 就是東華醫院 那時候只剩下東華兩院 那時候只剩下東華兩院 東華東院被日軍 用來做海軍醫院 等等 只剩下東華兩院 但他也極力去籌款 用來救濟病人 和貧民之類 那時候 當時的東華醫院 真是副開慈行 我記得 本書裡面 也有說到這件事 有說到這件事 是的 另外 但是 好像當時 有些街道 都改了名 是 其實有很多街道 都改了名 最主要就是 那個皇后大道 中國改了 中明治通 那個德父道 就改了 叫做 東超和通 超和通 那麗敦道 叫做 鄉取通 很多街道都改了名 那麽這些呢 就是到和平後 香港政府 就將它全部 不斷反正 改回頭 這樣 當時 這本書裡面 都有很多 很珍貴的照片 那這些 好像可以看到 這裏我們可以看到 這裏 就講當時的新界 新界 他也有些 明信片賣的 新界 那麽就是 其實當時的 新界 都是幾 什麽都沒有的 但是呢 亦都是 以耕種為主 新界 其實 那些和田 都頗豐盛 頗豐盛 頗豐盛 有個地方 叫錦田 形容那些和田 太陽光照射之下 都有一封 積錦 那麽漂亮的 那這種錦田 這種現象 我就在1970 大概1960年代尾 都見到的 現在就是 後萬高樓大廈了 這幅 就看到 他也拍到 新界的和田 出來 右下面那一張 就是當時的 厚生掌勸 其實厚生掌勸 和馬錶 馬錶 都是出來刮籠 當時來說 這幅 叫福利掌勸 其實也是刮籠 港人族也是刮籠 就是 港人族也是刮籠 日本就透向了 八月份 透向 但日本透向之後 又差不多九月份 英軍又重新 重生香港了 其實是香港 剛從日本 透向之後 香港又發生了什麼故事 日軍投降之後 當時來講 兩華會 主席 一個是周秀晨著事 和一個是羅玉和著事 他當時來講 叫8月15日 日軍宣布投降 8月16日 兩華會主席 跟日軍說 你是先維持秩序 直到 八月尾 英軍回到香港 然後 都不需要日軍維持秩序 但當時來講 這個警方也很慘 香港根本是一窮二白的 軍票就不能用 根本上 軍票就不能用 那些人民基本上 就沒有錢 那怎樣呢 沒有錢的情況之下 就是當時來講 有兩間著名機構 一間是連卡佛 還有一間叫做Dally Farm 就是牛奶公司 做些麵包出來 就用來給那些 主要是集中營 那些被囚禁的外國人 給他們吃的 情形就是 我們看一幅圖片 看到幾個集中營 裡面那些 就是叫做俘虜 基本上就是骨瘦如柴的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當時來講 那些外籍人士 全部都運了集中營 主要就是在赤柱 和深水埗 和阿佳老街 那些地方 甚至北角都有的 當時的集中營 那和平後就這樣 就是風水輪流轉 1941年那時候 那些日軍就把那些英軍押入集中營 那裡 現在這幅圖片 就1945年8月尾 可能就 那些 那些 英軍押回那些日軍 入集中營 這樣 那其實有一段時期 就說那些 那些 那些日軍的俘虜 怎樣處置呢 那當時那個總督 那個夏克總督 夏克總督就說 快點運回去日本 免得他浪費米糧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樣的情形 那些日軍 就馬上很快便運回去日本 那樣的情形 是 這一張上面好像 已經是英軍 是英軍 但是上面那個建築 好像是一個 日本以前的建築 這個叫做中靈塔 它是由1943年開始 就是想起的 一個中靈塔 在金馬倫山 金馬倫山 如果海望過去 就是今次今日的太古廣場 對上那裡 就是好像 如果我們走上去 就現在是警隊博物館附近了 那 就剛才 有位先生 毛先生 告訴我 那個 就是 這個中靈塔的位置 現在是一座大廈來的 這樣 那我就知道 它就1947年 2月 我沒有記錯 2月27號 那下午4點就炸平了它 那現在就建了一座新大廈 其實這座中靈塔 根本就建了一半 然後就建不成 日軍就投降了 其實同樣的 這座我們從海看過去 就看到了 左上方的山頂 就是中靈塔 看到它 就是中靈塔 這樣 都是一些當時的 是啊 當時來說 右上方的那幅就是 冰頭花園 現在 早期的香港植物公園 現在是香港動植物公園 是1975年改的 這個名字 有一段時期 日軍在這裏 中靈塔 就建了一個香港神社 在這個香港植物公園那裡 1945年 一軍離開之後 就把神社拆了 但是有一些日式的建築 在港督府那裡 我們看到那兩座塔 現在都還保留住 其實有座類似 而這些 那些 那些 中式的瓦頂 那些建築物 有一座 就在冰頭花園 噴水池的 東邊那座樓 有個頂也改了 左下方 就看到那個香港大學 那個陸友堂 基本上 就是被破壞了 只剩下一個廊 由那時候被破壞的建築物 除了這個香港大學 還有一個黃隱書院 就是在這個現在PMQ的位置 都是被人盜拆 就是散了 這樣 那這兩幅圖片 我看到戰後的那些東西了 好 那時間已經去到1946年 1946年 1946年 已經去到那個戰後的第一年了 可以說 其實這個時期 已經說 香港應該是一個 好像鳳凰重生的 是的 其實1946年 有一套郵票 叫做和平紀念郵票 原底他寫 鳳凰再生 漢英大禍 其實當時是一個政府官員 在赤柱集中冒死 來設計這個郵票出來的 是 所以身邊印了一套和平紀念郵票 是 是 就叫做 即是如意都是鳳凰再生 是 即是香港 好像是鳳凰那樣 就是 烈火焰 燒成灰盡 重生再生 是 1946年 開始就體驗到這個境況 是 其實就是1946年 已經開始 當時大家 其實有什麼生活 這方面的問題要解決呢 其實很多問題 因為我剛才也說過 基本上香港是一窮二白的 是 是 日軍是迫你的人 換了軍票 但是那些軍票 當時英政府 就不承認 就完全 就是沒有用途的 是 變成了 1945年尾 那時候 香港政府實施幾件事 搭交通工具免費 實施幾天 搭導海燒輪免費 搭火車免費 但是搭火車免費 一規定你一定帶一定的物資 大家互相交流 將這些物資 這樣 是 還有一樣 最大劑是什麼呢 那些當舖 很多當舖 那時候 就 淪陷那時候 就是 當 東西 就是 給軍票 但是 之後 和平後的軍票 不承認 是 這樣的 好像 書裡面還說到一件 很大件事 就是 那個 逼簽鈔票 是的 同樣就是一件事 逼簽鈔票 其實 當時是這樣的 匯豐銀行 有一批鈔票 1934年 由50元 到500元 有一張5元 也是這樣的 其實這裏 放出來的那張5元 就不是逼簽的 這張是1946年 戰後 我拿出來 給各位參考 其實那些逼簽鈔票 就是這樣的 就是印了 他打算都不會發行 那批鈔票 就在匯豐銀行的總行 到日軍佔領了香港的時候 就將那個匯豐銀行 做了香港佔領地總督部 清算匯豐銀行的時候 就發覺到這批鈔票在那裡 他就要在赤柱集中營 將當時那個匯豐的大班 叫做麒麗斌 麒麗斌 就是 抓了出來 住在一間 就是 上環的下級酒店 那裡 叫做新華女店 現在在永安公司旁邊 那裡 四層高的舊木樓 住在那裡 天天和高級職員 就回去匯豐銀行 簽這批鈔票出來 好了 我們看一張鈔票 上面那張 綠色那張 右下角的機印 就是麒麗斌的 機印的簽紙 左下 左中部那裡 就有一些 就是高級會計的簽名 首簽的 那些 那些 這批鈔票都是1934年的 那怎樣呢 還有 50、100 還有500 那情形呢 就是 好了 一到和平後 因為匯豐銀行在全世界都宣佈 這批鈔票 就不承認 不被承認 那不被承認 那不被承認 是怎樣呢 那些市民呢 就拿著那些鈔票 不知道怎樣 那些規定呢 有些呢 由48萬號 到55萬號 就是逼簽的 有 好像有一個 許建道那個Number 有個B字 是的 有些45萬號 50元到55萬號 是逼簽的 那些人呢 拿著那些鈔票又怎樣呢 將個 A字或者B字 改了個C字或者D字 或者48 那個4字 改了個28 2字 那搞到整個市面混亂了 那些人呢 就直接不敢用這些匯豐鈔票 那就不對勁了 那就心裡就這樣情形 那就 香港政府 和匯豐銀行 將那批1億1900萬的 壁簽鈔票呢 就是 每人承擔一半 政府承擔一半 匯豐承擔一半 那就當它就是 合法 行用 那記得當時來講 很多故事傳的 因為壁簽鈔票 最便宜的人 跌到兩成而已 就是20元可以買到100元的 其實呢 我當時看回當時的第一份獻報 1945年 英軍離開之後的第一份獻報 就說有批這樣的鈔票 是應當處理的 其實有些人醒目了 看到這個應當處理 就認識安徒撒基 就去用二、二、二十五折、三折 就去買 那 有一個呢 是美後開銀號的老闆 我不說明什麼名字 是L軍 叫做發大財 那樣 那樣 情形了 那幾年前 我就問過 匯豐銀行管 那位 Helen 我忘記了 那個 鬼妹來的 那我問她 我說 根本你們後來 承擔了多少 她說根本 雖然是一千九百萬 心未有發現的壁簽 很少 這樣說 那可以跟各位說 今時今日 這張壁簽 是貴過一張 不壁簽那張 這樣 這樣呈現 提外說了 剛才是 書展 也是有道者問 壁簽鈔票會不會更貴一點 是的 壁簽鈔票會比較貴一點 是 有些貴一倍 其實 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 剛才是說的 那 開始 當時那些 戰犯 其實 也有一個 審 審戰犯 是的 其實很多戰犯 是從日本押回來香港 被審判的 當時審判的地方有幾處 一處就是 九龍、街路街好像也有的 那些軍營那裡 最主要就是 在現在的中審法院那座 高等法院 做過立法會的那座 另外 就有 很大部分 就是在渣甸倉 所謂渣甸倉 是從銅鑼灣 軒尼斯道 即是今時今日 由波斯庫街 一直到崇江百貨那裡 都是宜和陽響的貨倉 那裡是渣甸倉 做過審戰犯的法庭 那裡 當時那些戰犯 很多個被審訊 即是數以百計 被判死的 就在香港吊死的 我記得是 最後是一百幾個 數以百計 一百幾個 這樣就是 很多就在 掌甸倉那裡審的 這樣 即是今時今 即是 其中一個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一個叫做 野間言之助 那個是獻兵隊本部的隊長 野間言之助 這個當時 老爸老母都可以說到 這個叫做殺人王 當時進入獻兵部 就沒有可能出得回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有套電影叫做明月 什麼時候有 都是說這個 葉德閒進入獻兵隊本部那裡 因為他做那些特務的人物 心裡就死了 這樣 這樣 這個就是 講到 就是 當時的 戰犯 審戰犯 審到差不多 1948年 審完 本書裡面 好像後面都可以說到 這些戰犯 是去到 47年 48年 才 處決 有些處決 很多是吊死的 那個野間言之助 都是吊死的 1947年 另外一個就是 在本書裡面 也說到 46年 當時 大家的生活 就開始有些改善 是 當時 好像 都不是 自然流通 好像都需要一些 購物證 那些 是 因為 其實當時的物質 很缺乏 有很多東西 除了米 糖 鹽 油 甚至柴 很特別 連那些 月餅 都有工價月餅 西裝 都有 布匹 很多是經過米譜 配售工價的東西 包括現在我們在 威廉頓街 看到那間 永和號 都是一間 配售工價物品的 雜貨店 其實這個工價 每個家庭都有 有一張配米證 當時 其實是配物證 配物證 我記得 我家庭也有一張 那時候 最後那張 是1953年發出的 基本上 當時 家庭沒有用過 因為那些米 它要 四毫半紙巾 那時候 甚至很多米譜 刺一級 三毫半都有 這樣 不需要這張 配物證 我們叫做米證 那時候就是這樣 其實因為很多東西缺乏 很多東西都要配售 尤其是最早最缺乏的 就是那些煉奶 可以用來餵嬰兒 甚至奶粉 那些都是要配售的 當時 後面 好像都會見到 當時那些 有些金舖 還有一些交通工具 其實都已經 開始衝心出現了 是 那些金舖 其實在和平後期 很多金舖 珠寶行新開業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那些珠寶行 和金舖的老闆 發覺到 那些軍票 終須都不用 又不准你持外幣 我記得有一個大老闆 他就說 走去那些當舖 專門拆當 買了鑽石 珠寶那些 因為那些東西 當時來說 是吃不到的 那些人拿去當 就走爛了 那些有錢人 就走去買了它 那就是 心理發財的 我記得當時 有些前輩告訴我 有間叫大肯珠寶行 那個很大的 另外 有幾間 舊時候我做的行 都熟悉的 甚至是周生生 周大福 任靈記 那些 那些 都是當時 在和平後 甚至淪陷後期 他都做這些生意 很多戰後 真的發財 這裏 我們剛才看到 有一張 叫做周生生 是 當時那些人 買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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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文字好像是 那些 那些字 是用花馬字來寫的 好像 那些 八千零幾 四千九分八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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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周生生 他當時在 皇后大道中 176號 那裏 現在 演變成一個 很大的集團 他的家族 是 上面好像有 那個 粵港澳灣 粵港澳灣 那個灣字 粵港澳灣 其實那個灣 以前叫做 廣州灣 哦 是廣州灣 法國控制的 後來改了名叫 站江 所以 有些周生生 寫著粵港澳站 戰前那時叫做粵港澳灣 這樣 是 我們看看那些照片 哦 這一張 這裏我看到一張 這就是 汽車渡海小輪 汽車渡海小輪 1941年那時候 英國徵用了 他去接載英軍 其實有幾個 總共那時候 有四隻 這類的汽車渡海小輪 有兩隻 被作沉 沉在海底 和平後 撈上來再用過 這些汽車渡輪 去到1972、1973年 第一代的 全部賣去奔城 奔城 奔城 西亞的奔城 那裏 可以想像 未有1972年 八月 洪水通車之前 所有車過海 都要乘搭這些汽車渡輪 有一段時間 油麻地說 多做幾隻 就可以滿足了 今時今日 你說找這些渡輪 叫你載雙騰巴士 都載不到 所以就是這樣 這裏我看一些交通 和平後 就開始 繁盛了 亦有很多遊客來香港 這樣就看到 啟德機場 對外 都主要是 以水上飛機為主 這個是一個 水上飛機的碼頭 不過這些乘客 應該都不是普通人 是的 飛虎則貴的 坐飛機的 到1947 47年就是 那個社會 開始有 越來越有跌在 開始穩定 是的 可以這樣說 47年 大量 在1945年 那時候 就是淪陷 初期那時候 香港人口 有150多萬 去到19 1941年 那時候有150多萬 去到1945年 那時候只有50多萬 去到1947年 那時候差不多恢復原來的人口 在內地的人 就是 回到香港 一年後 更多 180多萬 因為 年很多 剛才我說的 上海人 其實外省人 全部都叫做上海人 都來了 180多萬 這幅畫 你可以看一下 1947年 那時候 我們從高空 看下去 尖沙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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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邊 就看到 就是 左下角 火車站 就是今時今日的文化中心 依稀 看到那個中塔 還在 現在還在 中塔 這裡是依稀看到的中塔 右手邊 看到一間 游了迷彩的 半島酒店 半島酒店 半島酒店之後 右邊 就有個空位 有個空曠的場所 就是今時今日的 喜萊登酒店 我們看到 左手邊 左下方 就是一堆建築群 前面有五六條橋 五條橋 所謂橋就是五座碼頭 最前那座 1966年 叫做一號橋 是九龍倉的橋 1966年 就改建為海運大廈 那些九龍倉 最先 1968年 就落成了一座 叫做星光行 跟著就落成那些 海運戲院 海洋中心 港威中心 那些 那些 這裡這幅 看到 就是1947年的尖沙咀 高空望下去 是啊 應該都是右下 現在 那時候的遊客 開始來回香港 是 之後呢 是 那大家好像那個生活已經開始有些改善了 開始就富起來了 有些人可以開始擺酒了 開始 由淪陷時期那時候都可以擺酒 你消費得到也可以 要納重稅 有人擺酒的 結婚都擺酒的 這樣 但是那時候 那時候呢 就開始 有人擺酒了 有些五六十元一圍 有些一百元一圍 那開始呢 就喝那些 虎頭蜜三星 虎頭蜜三星 白蘭地 三星白蘭地 是 早期 早期 擺酒 擺酒 早期 那時候呢 有一句叫做 二月王梅天 對三星白蘭地 對得很準 很貼切 那這個呢 就是 和平後 1947年那時候 很多人就喝虎頭蜜三星 這條呢 我不敢肯定 都是四十年代的 阿巴丁街 就是在皇后大道中 網上阿巴丁街 正宗背後那裡 就是 後來開了一間年鄉樓的 右上方 就開了一間 第二代的年鄉樓 之前它叫做 耿江酒家的 1981年就改了第二代的年鄉樓 那麼 中左方那間 就是第三代的年鄉樓 在阿巴丁街 看上去 今時今日呢 你們看到 走上去的石級 都沒有變的 完全一樣 在皇后大道中走上去 但是所有的建築物 就全部拆掉了 重建過了 那麼 已經看到 開始了很多攤販 在馬路上 活動 那時候好像已經開始 有一些廣告 就是 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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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劇 他當時叫做 那些娛樂活動 就開始了 那麼當年 其實很多西片 在香港放映的 那麼 也都 就那些 粵語片 國語片 那些都開始 在香港拍攝 那麼很多 那些七日先的電影 都在香港拍的 那時候 但是後來 到四七四八年 就有個永華製片公司 那就是 那個張仙 那個什麼 在上海 來了香港 就組織一間 叫做永華製片公司 是 有拍過很多 很著名的電影 是 這樣情形 那香港 就 因為 內地就開始有內戰 變了很多人 都來了香港 那裡 這樣 這樣 那麼當時 香港的工商業 是不是其實 已經開始 有些發展 其實當時來說 以前最重要的 那些南北行 那些行商 那些做米 食 經營米 藥材 甚至很多貨物 做中介的角色 就因為 很多東西 美國限制著 不准出入口 那些 那些南北行商 叫救命 那其實呢 尾後 那些米行 和藥材行 做得到 有很多做中介行 那些 那些 就是不行了 那些生意就不行了 那但是呢 1947年那樣 都舉辦一個商人節 商人節 其實主要都是那些 大公司的老闆 搞的 這個商人節 包括永安公司 國 國事家族 先師公司聖馬 那些 那樣 搞了一屆商人節 好像搞了 應該一兩屆 就沒有搞到 那其實呢 香港當時很特別的 那些商業 又說難做就行 但是很多商業機構 在那裡又興起了 那但是呢 當時的工業 就是很繁盛的 那樣 因為 一直都以為 其實香港的工商業 在那時候 開始發展 但是 本書那邊 都說到 其實當時的情況 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是啊 那其實呢 有很多工商業 就是1950年代 甚至1960 1970年代 真的 是 藤飛 可以這樣形容的 好 這裏就是 那些沙場 那些工廠 是 我也是引述 剛才 董先生說過了 他說 很多內地人 來香港 香港工業的 紮根 就是和平後 那時候 其實回到 最早的工業 就是 1937 七七事變 之後 那時候 很多工業都來了香港 就是 最先 有很多 落地生根 就是在荃灣 到1940年的時候 很多的沙廠 就在香港開業 包括 香港沙廠 韋輪沙廠 和南洋沙廠 那些 就是在 很多地方 建造它的廠房 但是 那間南洋沙廠 可以跟各位說 就是 1948年落成的 是在原來九龍的麻南廠 建造的 原來的麻南廠 麻南廠 是加到你家族有份的 這樣就建造的 那間南洋沙廠 在1958年拆了 就用來建樓 建了多少座樓 你們想象不到 你去到土瓜灣十三街,由龍陶街、陰陽街、陸名街、鳳兒街那些 拆了一間沙廠,建了這麼多條街的樓 你想像那個南洋沙廠是多大呢?當時來說 很多內地人士,南洋沙廠的老闆姓榮 他在上海榮洪慶那些人 還有後來那個榮藝人,中信太傅以前那位榮太子那些 你想想,上面那些人來到香港發展這個實業 規模是多龐大 當時已經開始建了一些新的銀行 1947年,那一年有一件很轟動的事 就是當時來說,有一塊地方在一半大會堂的舊地段拍賣 當時估計是河東著時會買了一幅地 甚至被一個姓鄭的買了,不是我 那個叫鄭鐵魚,是中銀行的行長 買了,又叫鄭壽人 這樣就是買了那塊地 當時那些地皮是幾千尺呢?幾元尺 甚至淺水灣也是十元八元尺 但是當時他買的那個地 在匯豐銀行以東的地段 現在一間舊中銀行的位置 每一尺二百五十元 當時來說很重要的 你淺水灣也是幾元尺 十元八元尺 當時那裡二百五十元 當時買的地段買了二百多萬 後來建了一間舊中銀行 1951年落成 就是匯豐銀行旁邊的那間 至於匯豐銀行這座大廈 1935年10月10日落成 那它就是什麼呢? 10月10日落成 當時一半是舊大會堂的西 這幅我們看看 一位老友借給我這張 主角應該不是這位人士 是後面的銀行 是的 主角就是這樣 左手邊我們看到 剛才那張單據 提到一間舟生生金行 還有一間叫寶豐金行 其實一路過也有藥干間 包括大風、東城之類的 右手邊第三間店 就是一間叫恆生銀號 這幅就在西望那條 皇后大道中 恆生銀號就在181號 現在你去到新紀元廣場 181那座樓 恆生銀號以前就在那裡 還有一間叫大有銀號 大有銀號就在1949年 改了叫景福金舖 現在有一間很多 景福珠寶行那些 他老闆就做 其實根本他發跡就不是金舖 美麗華酒店那些重要的 還有很多美麗國 美麗台 那些樓都是他們建的 還有一間我們看到 就有一間叫永恆銀號 華僑永恆銀行 現在叫華僑銀行 就是那時候在這裏發跡 這個地段 就全部都是華資那些銀號 這些有些恆生和永隆 就在1933年開的 但是去到和平後 他才大展拳腳 這幅圖片我們可以反映到 就是華資就在1947年開始在這裏興起 在書裡面那張照片可以看得更加 看得更清楚 當時的那個 這也是1947年的維多利亞港 可以看到左下方那裏 看到一隻油華地的渡海小輪 今時今日都想像不到 現在幾乎沒有了 除了天星 沒有了渡海小輪 以前有些可以去到什麼呢 深水埗 去到旺角 去到油華地 佐敦道那些 這樣呈現了 這幅就開始 樊榮昌盛的香港了 1947年 當時的那個 當時這裏 就在美利道 向西望的那個 黃俠大道中 電車頭那裏就花園道了 那就是 看到那間匯豐銀行 看到它側面 那棵樹那裏後面 就有一間叫Vimpy 就在建建那間中國銀行 那間舊中國銀行 舊中國銀行 那間舊中國銀行 新中國銀行 在電車頭的前面 現在 現在 在花園道口那裏 這個舊中國銀行 就是1951年落成的 這幅圖片 可以看到 這個當時來講的金融中心 是這樣的 當時的黃金是 是 有段時期就是這樣 黃金呢 和平後之後 那些人經歷過軍票那一役 對那些鈔票的信心就不大 那也都呢 香港呢 當時有一個危機的 那因為內戰呢 就很多人呢 就是 留在內地那些鈔票 一路回流回來香港那裏 那裏 就老老實實 香港政府就怕他真的貶值的 那呢 也都怕那些人 把那些鈔票給我買光金 那樣 有段時期呢 限制那些人買黃金 甚至說不准持有黃金 甚至呢 就是 帶黃金出入口 都沒收的 還要罰 那樣 那搞有段時期 就人心惶惶的 最後呢 政府的決定就是這樣 准持有 准持有 但是呢 都不准持有多 這樣 以前呢 黃金很特別 不准正式入口香港的 香港有的黃金是怎樣呢 來了香港 去了九龍倉 剛才我說的 一號橋那裏 那裏 然後呢 運到澳門 在澳門就走私回來香港 很好 好運吉的 這種現象呢 一直到1971年 放寬黃金出來 口管制 只是沒有的 那有段時期呢 黃金呢 就真是 甚至有段時期 搞到牙衣箱金牙那些呢 都要政府配額給他 我幾乎沒有牙衣箱了 就變成這樣 這個就是194748年的事件 多謝多謝多謝 那裏呢 這裏呢 看到了 有些人 戴黃金呢 戴幾隻戒指就沒收了 那麼1947年就有單 天降黃金了 那裏呢 在一個 柏架山那裏呢 就是 在跑滑地 不是 在稍基灣 柏架山那裏 那裏呢 那裏呢 就失事 跌了去柏架山那裏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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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1948年已經開始離開了戰後的階段 新的氛圍開始出現了氣氛 當時與內地好像也有一些新的變化 是的,1948年可以這麼說 香港政府與內地的關係都處理得挺好的 有一段時期,當時內地有一個外交部特派員 居住在香港的,叫郭德華 居住在香港的,有一個特派員 但是亦都這樣了 有件事做到令中國人很痛心的事 就是去強入九龍寨城拆屋 九龍寨城的歷史就是這樣的 1898年展託香港戒指尊條 就是英國租借界限界以北新界的地方 包括深水埗,一路去整個新界 去到差不多沙頭角那裡 然後租了給英國 租到1997年6月30日 但是保留一道地方 就讓中國的官員住在那裡 那裡就是九龍寨城 現在是一個九龍寨城公園了 那裡一路都是平安無事,三不管 英軍就不進去 但是又不讓中國軍隊住在那裡 變成三不管 那裡基本上就沒有王法 但是你可以看到的 拆債城之前 那些樓是根本集聯無章的 那就好了,這個是中國的地方 你當時就 港英政府就走去拆那些屋 還傷了那些居民 那搞到就中國 那這裡就拆屋的情景了 那樣就搞到中國政府當時都抗議的 那這樣 那也都當時的中國人民 就是同仇敵蓋的 那就說破壞那個 是沙面的英國領事館 廣州的那裡 沙面,就是廣州那裡 那樣就釀成流血慘劇 然後呢,就示威者巡行 那就在廣州那裡 那這個就是中英關係 就是那時候 港英關係 就搞得真的不太好了 那時候就這樣 後來也有些關於那個職 後來就這樣了 就是准許 中國的緝司部隊 緝司船 就駐在香港那裡 甚至還給一個地方 現在1881那裡 就給那些 給那些 中國人員在那裡辦公 甚至呢,當時來講 就是 那些緝司員可以在一個 那個 九港鐵路的總站 就是現在文化中心那裡的位 執行職務的 可以這樣 那就好像現在 一地兩檢這樣 差不多這樣 當時好像 那深美就講到了 中港都已經簽旨了 那也都連那個 可以執行的範圍 怎樣 那一幅地套 都印出來了 那我看要放大 才能看得到 那這裡就是這樣 好 那之後就好像香港 四百年的發展 就好像本書裡面講到 是很快的 發展得很快 是 那麼 當時來說 這裡看到中環街市 就看到前面有的士在 那中環街市 一定都叫做中央市場 去到1993年 就改了 原名就是中環街市 那麼中央市場 是淪陷時期改的 那這裡就是1948年的中環街市 看到的士 那麼其實當時來說 那些交通工具都是很缺乏的 那麼 那還有一些 找貨車 改 作巴士 那些巴士 來行駛的 這樣 這幅圖片 我們看到1948年的 那個 尖沙咀火車站 是 看到也是 右上那些 鑽石的圖彩 是 那個中塔 右上方那裡 有一條柱子 好像是沒有左的 這幅照可以看到 但是呢 這個火車站前面 都拍滿了的士的 那麼當時的的士業 都很豐勃的 那麼 可以覺得很多人都富起來了 可以搭得的士的 當時來講 那麼 那當時的的士呢 我記得 從194748年 一直到一九七幾年 九龍都是起標一元的 去到一九七二年 那個洪水通車 就跟香港拍平了 過半人錢起標的 這樣 這家起標就27元了 這樣 那麼 那 這幅呢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當時的士面 都穩定了 那 這幅圖片 就是那個 莊士敦道 和灣仔道交界了 右手邊就是菲林明道 看到有一間酒家 叫做英京酒家 這間是1938年的英京酒家 來的 那麼 電車背後呢 有一間很著名的蕭納電 叫做和玉 那間和玉 左手邊有一間敬心 賣指療 賣拜神的那些東西呢 記得有一次有單大新聞 整間貨車撞進去那間敬心指療 那間鋪那裡 那麼 這個呢 就是 敬心的右邊 有一間叫大雄運酒店 現在都建了一些民居的了 那麼 這裡來講 英京酒家 就現在的大友廣場了 大友廣場了 連同 它後面的東方戲院 建了大友廣場了 那麼 這個呢 應該是1980年代 它才拆的了 這個英京酒家 那麼 當時來講 就是 那些人開始 穩定了 那麼 電車也都陸續恢復了 哦 這個 這架呢 我們可以看到了 一架由貨車改裝的巴士 那麼 有一段時期呢 就是這樣 就是 九巴和貨車的那些團體合作的 那就是 每天呢 就要給二十元九巴 就給你載客 那麼 那就是 也要抽回多少佣給九巴 那樣的 那麼 然後呢 就是 好了 後來 新車陸續來到香港 那麼 那這些貨車呢 就淘汰了 那麼 其實 除了貨車之外呢 就有些用軍車來改的 是當時政府給他們的 那麼 那麼 就一路呢 這些貨車呢 就經常租劫的 被人打劫的 那麼 那麼 甚至中巴的那些更多 多數在王麗聰合道 九巴的那些呢 就在九龍塘啊 甚至在新界荃灣 被人打劫的那些 那些 那麼到後來呢 就心裡呢 有些正當的巴士 陸續運來香港了 那麼 那些 貨車就淘汰了 那麼 其實當時還有很多那些 腳踏三輪車啊 之類啊 那些那些 那麼到1948年呢 都淘汰了 的 那麼 那好像 照片那邊是 好像寫著元朗 去到 元朗16號 去佐敦 那 其實差不多中間 是 應該很久的 我記得 那時候 就不是坐貨車了 坐16號的巴士 記得跟老爸 進去青山寺 只是去青山寺 都差不多 一個小時 因為當時 只有一條線 16號 進去元朗 那麼 你去 葵聰 全灣 丁九 青山灣 什麼 什麼 新墟 洪水橋 全部都是坐這些線巴士 當時來說 不是說 Fat Fair 你可以去荃灣 五毫 去到 丁九 七毫 一路陸續計 可能去到元朗 過二 之類 當時還有一道 苦況 最多都是雙線行車 有一條單線 有一條青山公路 試過去到七十年代 有些交通意外 塞四個小時 沒有了一條屯門公路 我想我不敢想像 你走回今時今日 黃金海岸 那一段的青山公路 你不敢想像 所以有阿風哥 你問起去元朗 那時候就要這麼久 當時來說 1946年年尾 開始成立國泰航空 1947年 就有一間香港航空 國泰是國際線的 香港航空 就是內地線的 現在就開始 航空業發展了 我們可以看到 1948年的啟德機場 可以看到 啟德機場 和平後 曾經有 將幾個地方 來代替啟德機場 包括最先 在平山 包括在後海灣 但是後海灣覺得不妥 填了後海灣 沒有珊瑚食不得已 飛機一飛就進去華街 他覺得也不妥 所以也想著在岸旋洲 填平到大角咀 建一個新機場 也想不到 有段時期還想到 在淺水灣 改為新機場 但是心裡 都是無疾而終 最後 1950年代初決定 在九龍灣 建一條新跑道 算數了 到差不多 1990年之後 那個玫瑰園計劃 只搬到現在赤立角 那裡 那當時 其實香港的那些 金融 好像已經 開始蓬佩了 當時很多間銀行 就是在香港開的 其實有很多內地銀行 都在香港 也很多銀號 都變成銀行 那時候 1947年 有一間叫大新銀行 開的 其實有很多開了 一陣子就結束了 另外一間 1948年開的 叫做廖創興 廖創興儲蓄銀 後來變成廖創興銀行 後來就改了 創興銀行 就是1948年的 我題外說一說 記得2018年 有天人走進來找我 他說鄭先生 我們是廖創興的 他說你知不知道 他哪一天開幕呢 我說你很特別 你們今年成立 七十週年是甚麼 哪一天開幕 我說你們有註冊 他說不是 那些廖先生 全部借小了就沒有了 那我就說 看你很不幸 老實說 我揭回那些紀錄寶 看一看 他叫我好像不知道 1948年幾多月幾多日 我們去張東圖書館 再找回那天的《星代日報》 拍下有沒有這段廣告 他打電話給我 好多謝你 鄭先生 真的 這個 我買廣告 不好意思 這幅圖片 我們再看看 這幅 好像恨山銀行的畫質 其實中環街市 右手邊就是 左手邊是1926年落成的消防局 1981年就插了 建立了 現在的恒生銀行 我剛才說過恒生銀行 黃雅大道中181號 最先在永樂街 應該就是70號 然後就是1950年代搬去1881號 後來搬去167號 現在是永康銀行的位置 我們看到左中部有間叫做醉香園酒家 醉香園酒家 1962年恒生搬去醉香園那裡 現在是叫做營賜大廈 那間以前叫做恒生銀行大廈 現在是營賜大廈 又是剛才說一說 今年就是醉香園 中華就跟他們出了一本書的 醉香園 中華可能不知道黎經理前是哪位 他說要找鄭三拔刀相助 寫一寫關於醉香園的東西 這樣情形 我不知道能不能幫到他 但這間醉香園 也有很多故事說的 我還可以把容忌 這樣情形 這本書都會關注 當時的那些馬票 這張馬票可能座上有一位張先生借給我的 其實有很多東西張先生借給我的 其實我這一兩年寫書 有一位毛先生 和一位張先生提供了不少助力給我的 我很多謝他們 還有一位張淳光先生 我也很多謝他的 一位張西門先生 這張馬標 和平後很多人很熱衷買馬票 因為中到頭獎 就有幾十萬 由五六十萬 到後來一百萬 當時的唐樓幾千層呢? 一萬元一層 說你中到頭獎可以買到一百層唐樓 我看你收租 打批腳 那時候都不休了 變了很多人熱衷買馬票 其實和平後最早的馬票 都不是馬會舉辦的 是陸軍軍部舉辦的 可惜那張馬票我沒有 要問一下前輩看看有沒有 那張 你有是吧? 那好了,恭喜你 這樣就是 那馬票一直到1977年之後 2000年舉辦過一次就沒有了 那麽六合彩都代替了他 好了 那當時的 是 既然香港小姐 既然香港小姐 除了馬票以外 是 和平後有幾件事都頗衝動的 恢復賽馬 1947年 也有股票交易 也在1947年恢復的 當時有兩間交易所 一間香港證券交易所 一間香港經紀總會 合併為香港證券交易所 後來只開了一間遠東、金銀、九龍的四會 這就是當時和平後的事 電影事業也很盛行 當時我剛才畫了一間永華製片公司 那個老闆叫李祖永 李祖永 在九龍製片廠 應該最先在九龍仔那裡 後來搬到釜山道那裡 他當時在1948年拍一套電影 《港民天祥》叫做《國雲》 當時是很轟動的 這幅圖片可以看到 在娛樂戲院上映的一套《國雲》 也有一個遊樂場 叫做麗池遊樂場 選過香港小姐 選過幾屆的香港小姐 你本書裡好像四、九年都有 也有 《司馬欽》第一屆是《里爾蘭》 然後就是最威風的 1952年的《彈珠迪》 參加《環球小姐》選舉 得到第四名 當時的海鮮艇 很多富喜來的人可以 坐五毫子巴士 進去香港小姐吃海鮮 這些是第一代的香港小姐海鮮艇 其實最先的海鮮艇 是1930年代的 這個是1940年代的海鮮艇 早期有一間很著名的叫做魚利泰 魚利泰 後來才有泰白 有兩隻泰白 一隻泰白拖去青山灣 後來就有一隻海角皇宮 最後1976年有一隻珍寶海鮮房 一年前就在南海沉了 這樣 當時的元朗 元朗其實也不脫鄉村的風貌 我的老友叫毛先生 是元朗人來的 我在那裏都是班門弄虎 說元朗的事情 其實說到19和平後 元朗的電話都未恢復 好像五十年代的電話 要呼吸回去元朗 五十年代有電話 看宣傳 有麗的呼聲 也進入元朗 其實都是鄉村風貌 我記得很多時候 有元朗的朋友說 那時候很多都是流行火水燈 40年代那時候 尼島也是一樣 和新界也是一樣 到1949年 1949年 其實真的 因為 香港真的 再次面對一個很巨大的變化 1949年 主要就是內地內戰 也有更多人來香港 當時1949年 有一個很著名的人士來香港 就是杜月生 我認識一個 在香港大學 聚會和他談起 他說我爸爸是做裁縫的 然後到月生才來香港 然後他帶了一組 工作人員 和他做衣服 做裁縫 那些人 那些人 帶來香港 最先住在寶淚街 那裏 後來搬去堅尼地台 那裏 他大概兩年左右 1951年左右 就死了 在香港 那情形呢 類似杜先生的人 就很多 那我記得杜先生 那一間 工作公司和他們交易 有一間銀號 在華人行樓下 那裏 他說那間銀號 就是杜月生開的 那些後人開 那他的影響力都很大 是的 那情形 1949年 就好了 更多內地人來香港 是的 人口應該是增加很多 是的 人口呢 我相信 就由一百 四百年一百八十萬 可能 捱到二百萬了 那去到呢 就 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 那些政府呢 就有幾樣東西了 一樣呢 就要那些人居民 拿身份證了 1949年 有個人事登記條例 1950年 開始 就要拿身份證的 那樣的情形 那 以往呢 一直都有直通火車的 那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呢 直通火車就停了的 那直到1979年才恢復的 那樣的情形 那其實香港當時呢 就是都幾多變化的 49年就是 英政府山閘之前呢 很多人走下來 來到香港這裡 那1950年之後呢 就停止了 那但是很特別 1954年呢 1954年呢 又放鬆了 那 那我記得 我的舅父呢 可以在香港做事 她不再回去 但是她後來也要回去 那這個就是1949了 那你看看這條街了 大概1949年的 這條叫石板街 布典澤街 是 那就看到一間融記酒家 在左上面那裡 是 那但是 左下方那裡 和 左下方呢 當時有一間 後來有一間 很著名的美食珠寶行 很多樓都是她建的 右手邊那裡有一間 啟文師職廠 啟文師職廠呢 後來就搬去那條 離原西街口那裡的 那也是很聞名的 這間啟文師職廠 那最著名呢 就在30號A那間融記酒家了 融記酒家 那到1965年 才搬去現在的位置那裡 那裡 那當時來講 就真的很多人富起來了 開始有錢了 可以享受到了 那但是呢 49年那時候呢 就左手邊呢 就看到這條嘉涵街 嘉涵街 現在是市建局H18的發展那裡 那右手邊呢 那一條呢 就是皇后大道東來的 皇后大道東的巴士的右手邊 有一條叫色安街 色安街可以上去那條 折船街和船街 南固台那裡的 這樣呢 右手邊呢 就是有一間叫禮盞酒房 禮盞酒房 現在你去到灣仔都看到的 有六、七層高的樓 都看到禮盞酒房的招牌在那裡 旁邊就是色安街 我有時帶一些同學 走到那個灣仔區 都在色安街上去折船街 下回到船街 說回那些毒麵包案 那些故事等等 那這個就是1949年那時候 左右的灣仔 我們看看大概1950年左右 這個冰頭花園 那個動植物公園 看到那個港督府 即是禮賓府 那些日式的塔 都仍然都還在那裡的 那這個噴水池呢 我記得五幾年那時候 媽媽帶我們 很小的年輕人 就去當時最開心的玩什麼呢 就是 扔麵包皮去餵甘魚 餵甘魚 也有很多青蛙在那裡 叫做 這幅圖片 這幅圖片 大概是1953年 當時的 在中環街市 向東網 這個德庫道鐘 電車的左邊 以前是一間亞洲辦館 其實亞洲辦館是1940年左右 已經開了一間超級市場 這間是超級市場最早的 亞洲辦館 但是呢 在它前面 最左邊 那間叫做David House 就是今時間的永安集團大廈 永安集團大廈 1946年開了一間 惠康辦館 Welcome 惠康辦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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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超級市場的前身 惠康辦館 最先開在那裡的 有個時鐘的位置 就是 那些房子 1954年左右 1955年開始拆 就建了第一代的萬宜大廈 就有扶手電梯 第一代的扶手電梯 的萬宜大廈 好了 這裡 我們也看回1949年的灣仔區 當時來說 就是看到很多很整齊的房子 是1930年代建的 那些三合土的堂樓來的 一排一排 我相信最後那間 也是幾年前才拆了 就是在大友商場旁邊的 鳳梁記錶行 都是這類這樣的房子 都是1930年代建的 千多堂的這些房子 左下方看到當時灣仔的市費 就收盾球場了 還看到一間國殤大廈 現在就建了收盾中心的位置 這就是當時的1949年左右的景象 這幅圖片 我們就好像剛才看過炸的太古船奧 這幅我們可以看回 大概1949年的太古船奧 就是現在變成太古船奧 現在變成太古船奧 然後上面的山是康山 現在康兒花園、康山花園就在那裏 其實當時49年應該差不多金融業發展 是,49年金融業發展都頗快 很多新的銀號和銀行開業 也有很多銀行絕臟成長 你可以看看這幅圖片 左手邊見到兩隻獅子,匯豐銀行 左下方見到兩隻獅子 再過渣打銀行 這間渣打已經是第三、四代 最先渣打是中環街市隔離 中環街市以東的隔離隔離 三元書店走到那裏 最先是渣打來的 渣打後便搬到那條都爹里街口 皇后大道中交界 然後第三代已搬到皇后大道中和德庫道中交界 再過去渣打背後 右邊見到一間國民商業銀行 是永安公司和大新公司 先私公司的人開的 再過東亞銀行 1935年落成的 右手邊第一代太子行 有一段時間也有約剛一間銀行 包括鄰陷時期的台灣銀行 後來也有約剛一間銀行開在這間太子行 這就是當時的金融中心 這幅我們可以看看 當時的南洋沙廠的廣告 當時的工業巨碼 這幅圖片就是公展會 當時是在喜來登酒店的位置 公展會 我記得大概1953年 當時我很小時候 只是依稀 爸爸抱著我 就去行那個工展會 就去那個 是經過 乘搭天星小輪過去的 然後就去那個工展會 經過華體 一座很偽我的建築物 就是半島酒店 然後到對面 在喜來登的位置就是工展會 這就是這個位置 當時好像那些派子 工業呢 當時有很多工業產品 早前有個廟師寅的那些 助理館長來找我 就要我講一下那時候的工業產品 就講一些暖水戶那些 那我說呢 當時不外就是有幾間暖水戶 金鐘蜜 一隻就是金錢牌 一隻就用一味靠滾 認真好膽來做標榜的 駱駝蜜 駱駝暖水戶 那它很貴 那它很貴 它的宣傳用得很貴 一味靠滾 認真好膽 它說暖水戶的膽 你要滾水才好 一味靠滾 認真好膽 那就是有個助理館長 問我一些典故 我跟他講這些故事 其實當時來講還有 右上方有些風燈 那些叫大光燈 那時候 很多街外的場合 好像大達地 新田地 早期都是用大光燈的 後來只是電燈 那時候做的大光燈 風燈 那些就是一個很大的事業 除了暖水戶 還有做電筒 電筒 行銷全世界 這裏就好了 和平後很多東西都配給 剛才都說過 包括這些就是奶粉 有段時期都要配給 甚至煉奶都要的 後來就取消了 那時候的新界火車 那些是蒸氣火車來的 好像在1954年才開始有些柴油火車 那當時去新界 就說到 新界多數都是 養殖、畜牧、種米、種和那些為主的 那後來 當時新界就是什麼 對居民來說 是自給自足的 但是對全香港市民就不行了 很多米都要入口 那當時的米就有幾種是優良品種的 一種叫做齊味 一種叫做絲苗 一種叫做花妖子 或者叫做花妖仔 那去到五幾年那時候 當時的政府鼓勵一些人 就是 米田改造魚塘 有機會都問一下 毛哥 我都要請教他 是不是這樣 改造魚塘 那當時來講 養很多魚 什麼牛奶魚 就叫做金山漬 那些 只知道今時今日 最好吃的就是烏頭 我覺得 這個就講到 這幅圖片 就真的看到新界 就有很多魚塘 很多魚塘叫做圍 我記得 記得說起一九七幾年 曾經跟一個旅行團 叫做四圍走 由南生圍 大生圍 汪井圍 去到天水圍 那就走足一日了 走足一日了 一路都是沿著魚塘旁邊的圍基走 四圍走 後來去樓後山吃東西 不知道怎樣去到樓後山 我忘記了 講起幾十年前的事 這裏就是屯門的青山 青山寺 見到青山寺 即未到上青山寺 在一段山腰的牌坊 這裏見到回頭是岸 回頭是岸 應該有一個題字 寫這個字 叫鐵蟬 鐵蟬 鐵蟬 這個和尚 好像美後的下場 好像不太好 另外一邊寫著香海名山 提名的金文泰 金文泰是1925至193年的香港總督 我沒有記錯 他跟馮炳勳的大哥 叫馮炳華 1927、28年上過青山寺 上青山寺 提了香海名山 在這個牌坊 如果各位有機會 請你留意一下這個牌坊 寫著金文泰提 這位金文泰廣督 他都很厲害 190幾年都在香港 做官學生 所謂叫做CADEP 後來貴為港督 1925至1930 是做香港總督的 差不多 青山寺 這條青山寺 其實青山寺 在1910年代已經有 1910年代已經有 應該由深水埗 一直到差不多上水 這條青山寺 到1970年代 就是離開了深水埗 那一段就叫青山公路 包括元朗那一段 元朗那一段有段時期 叫做 不是叫做青山公路的 叫做元朗公路 是嗎?毛哥 是這樣嗎? 元朗大馬路 元朗大馬路 因為可能還有一些安排 可能簽名的時間 可能我們先給一個問題 好嗎? 好的 給一個問題 好 看看時間 這位先生 我想問 關於 鴻江之後 居民的慘惡 因為錢沒有了 即是等救濟 真的等救濟 那很多人 反而真的沒有餓死 一般人很容易找到工作 但是居住環境 又煩一點 很多人真的住在寮屋 那就是什麼呢? 他當時可以賺到二、三十元一個月 那些房租 一般來說是十多元 給了一半就交租 即是你四、五、一、八月一 他去房子之後 是啊 即是你軍票沒有用嗎? 軍票沒有用 但是我相信 就當時來說 東華三院都是私足的 即是你可以有很多私飯私足的站 你可以去東華醫院 可以給粥給你吃 我當時不死你的 亦都可以 很多人 在馬路擺攤賣東西 都可以賣到錢 做小販 當時港英政府 亦都分開來說 給你很多人 在離原西街 離原西街 永吉街 那些 擺攤賣東西 亦都可以開大排檔 開大排檔 全城有兩千檔大排檔 那有些呢 當時一、兩毛錢 可以寫一碗大肉飯 那我相信 黑都黑到的 這樣 那未必餓得死的 和平後那時候 那些米跌回三、四毛錢 可以找人救濟 可以施足施飯的地方 那當時有很多慈善機構 都有的 施足施飯的 是 好 那或者還有 再給一個問題 那就是今天就到此為止 好 這位先生 好 你好 鄭先生 就剛才你說到 在 戰後日本投降之後 曾經中國軍隊 是 進來香港 是 然後英國 也有英國的軍隊 是 那當時後來是怎樣發生什麼事 然後中國軍隊好像 笑死了 中國軍隊就是和平後十一 和平後很快去 十月、十一月到來香港 大概一年之後 就全部北上 上回到內地 有段時期就說 發生過 在天色馬路有衝突 大家 槍彈橫飛的 有段時期有些人這樣說過 是這樣說過 但就沒有人傷亡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樣 那因為中國軍隊 大家都是互相宣示主權 那時候就是這樣 深美中國撤走了 那當時來講 有一說就說 下角總督 下角那個少將 深美師兄做中將 曾經 跟中國鬥快 來香港 接收 接收回香港 是1945年 8月30日 那時候 英國快點 這樣 有一說就這樣 好 因為今天可能還留了一點時間 給大家簽字 那今天的活動是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 好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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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